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晚間在高雄岡山舉辦三粉大造勢 希望號召 柯粉 韓粉及鍋粉 柯文哲大健常的時候 花了整整二十分鐘在抵達臺上 而他在致辭時透露多年前 在北市府的一段過往 更說這次他的副總統搭檔 其實本來應該會是韓國瑜 選前一旦中幕葉 柯文哲前進高雄岡山 主辦單位號稱湧入四萬人 騎海飄揚大進場 讓柯文哲足足走了二十分鐘 這場造勢活動 一開始主打三粉集結 柯粉 韓粉 還有鍋粉 向借進韓國瑜2018岡山造勢 成功翻轉 那年的岡山造勢 來十萬人你知道 第一次讓我們這些人都知道說 最不好 老闆是要拼到你知道 除了系數跟韓國瑜 近期緊密聯繫 更談起過往曾想招攬韓國瑜擔任北市府顧問 要不是民進黨新潮流組黨 恐怕現在他的副手就是那個男人 結果新潮流告訴我 欸 高雄岡山 這樣你叫他 這樣高情這麼好 我們是沒有信任你 結果韓國瑜說 算了 市長岡山 我不要給你慰藍 你知道嗎 所以就不來 我常常在想說 那時候他來 現在副總統 應該是搭檔是他 韓國瑜選高雄市長 一句高雄又老又窮 創造不少話題聲量 柯文哲似乎這一場 也想跟著複製這個套路 柯文哲也指出郭台銘雖然不選了 但他的政見好的一定會參考 未來如果執政就會撿起來用 整場造勢 柯文哲不斷強調 跟郭台銘韓國瑜緊密關聯 喊話郭粉韓粉 希望在宣戰逼近時刻 立平突圍 接著高雄綜合報導